我們剛才聽到一隻蕉蕉蕉蕉 我記得好像這個 是不是南哥 蔡正南老師沒有唱過這首歌 這太多人唱了吧 我真的很喜歡蔡正南老師唱的那個版本 一種滄桑跟一種呼喊的感覺 真的太喜歡他的嗓音了 真的真的真的 可是這些歌曲 好像比較少在一般的流行歌裡面 流行樂壇裡面聽過 好像他們都是在合唱棚 或者是聲樂的一個演出場合裡面 會被一些音樂家拿來做改編跟演出對不對 對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談到就是說 呂老師他是主修聲樂 所以他在創作上 他就比較容易引起一些合唱團 或者是一些聲樂家的一個青睞 所以大部分都會喜歡把這些音樂拿來 一直用合唱團的那種呈現方式 或者是聲樂呈現方式在翻唱 那慢慢好像就一直被定位在 在這樣子的這個歌路這樣子 那就像剛剛你說的 蔡正南老師還有把他翻唱 他就是用比較屬於一歌手 就比較接近流行的那種感覺了 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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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是不多 不多 因為他的歌 這首我有聽過 就是聽南哥唱過 畢竟你歌手要把他用成 就是比較流行的唱 流行歌的唱法 好像難度都會比較高一點 是 對不對 我這隻叫好久久 我可能 可能最早聽過應該就是南哥的版本 沒有其實他其實在更早以前 很多人都翻唱過 對 我是聽聲聽到的 這個蔡正南老師唱的那個版本 我覺得很感動 還有一種呼喊 那種感覺是很有力道 是 其實蔡正南老師 他算是在把這個歌曲 再一直延續下去 很重要的一個推手 也是因為剛好有聽到南哥唱這首歌 然後再去找 原來這是呂全生老師的作品 那也才再進一步去認識說 原來他在之前 可能有更多不一樣的版本 當然 或者是他可能在比較多的這個流 這個流動的場合 大概都是在一些演唱 這個合唱團啊 或是聲樂的演出的方式這樣子 沒錯 所以這個會不會跟老師他本身 呂全生老師他本身也有在做一些 譬如說在教育啊 這方面有有關係啊 因為 我知道我們像我們小小小小學 或是國中高中 我們都不會有 不是都會有音樂課嗎 對 那音樂課裡面老師教我們唱的那些音樂作品 很多都會去挑選這一些比較 呃很有代表性的 這些歌曲 像我剛說 我如果打開心來門湯 好像我就記得應該是在學校裡面的教材有看到 其實他他在當時候我們應該是說在那個年代 他好像他的音樂就是屬於比較 呃不是人家在講的迷迷之音啊 嗯 就是好像比較是可以 比較正向的 或者是對於對於這個事情 對於政府是屬於比較正面的 那個看法啊 那這些音樂當然就會很自然而然就被放到 呃 學校 哦 因為呃 這樣子一來 小學生在唱的時候就可以把這些 這些元素就置入在你的腦海裡面了嗎 這個真的很有效 這洗腦工作太厲害了 嗯 對 對這個是在教育的工作裡面 我們我們小時候在小學的時候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音樂課 哦 對 音樂老師不管他為我們吃什麼音樂 我們都把它吃得很開心 而且還要一邊唱 還要一邊左右晃來晃去的 會會會會 還要搖 要配合一些肢體動作 對 對 對 真的是很棒耶 所以我覺得這音樂 因為就是說從小我們的音樂課 嗯嗯嗯嗯 你要上音樂課這些音樂也不是 你可以 我被唱的 對不對 對 被禁的不能唱 也不會出現在音樂課本上 所以是有特別有被關照過的 是 挑選過的這樣子 對 所以呂學生老師他好像有在 呃 參與過像國民的學校音樂課本的這些 撰寫的工作啦 還有主編一些新傳歌謠的樂看 對嗎 是 是 所以他才會 他才會 就是他的音樂作品 後來被我們很多人所熟悉 就是 就像你講的 放在學校合唱團 對啊 你放在學校合唱團 而且選歌很重要 對 對 你如果選的好的歌 或者是政府希望你傳唱的歌 你就比較能得獎吧對不對 不過還有一首歌 對 對 對 這個其實後來 他就是被很多人都會傳唱的歌 對啊 因為他就是 就是 比較是那種 還是叫北地不可吃金魚 後來 去比喻 不是說肝膽相照 是這個意思 他不要互相猜忌 或是有什麼仇恨 其實北地不可以吃金魚的那個寓意是這樣 就是一種很爽快很豪邁的感覺 不是叫人說我們大家朋友就要怎麼喝酒 不是這樣 那是一個比喻 對 對 而且我們也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飲酒不可以過量 有愛健康 對不對 真的是一個健康的電台啊 對 所以這個 這個喝酒瓜 我覺得 以喝酒瓜來講 我常常都會有跟人家講說 喝酒瓜有分贊錢跟戰鬥 這樣喔 贊錢就是沒水不貴 贊錢叫 李林秋老師的沒水不貴 那戰鬥就是北地不可以吃金魚 但是不管是哪一個時代 喝的都是那個氛圍 絕對不是那個爽快這樣 就黑白喝這樣 對 而且 還是要跟大家重申一次 喝酒有愛健康 是是 而且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對 你是有受到委託是吧 沒有沒有 這是我們 這基本常識 對 基本常識要跟大家推廣的 好啦好啦 不知道不管怎樣 你讓大家聽一下 北地不可以吃金魚 好 來我們聽一下 回來再繼續聊 那不知道大家聽完之後這個 不可以吃金魚 它是一種氣魄 是一種豪邁的感覺 對不對 是 而且就像我講的 這首歌其實在當時候創作出來的時候 它跟這個 就是很多人都會把它 跟這個228有沒有 228事件把它牽連在一起 好像 好像這首歌好像是你拿228 你說話那種 那種 有這種說法 對 就是說會有那種概念你知道嗎 是 所以 變成說這首歌 我覺得這首歌 我覺得這首歌 好像也是有去救的 他自己本身 就是228當時候 不是都是發生的一些流血事件嗎 很多人也都被牽連到 被牽連到 呂老師剛好他有創作這首歌 那這個歌詞裡面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在歌詞裡面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不管今天大家吵完架了 可是不要去分你我 大家坐下來喝一杯酒 把這個仇恨跟這個怨恨放下來 可以放下來 所以 變成說他就是因為這樣子好像就 剛好可以 可以躲過這些事情 有個解套的方法這樣子 是的 了解 這首歌真的是 也是非常常常聽見 尤其在一些 比較合唱的這種場合 我們常聽到很多聲樂老師在唱這首歌 是 好 那麼我們休息一下 接下來第三段回來 我們再來聊一聊 我們一開始跟大家講到的 我哪拍開心來的門湯 稍待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